因为我们两对父母其实都是很好相处的人 逢天过节 就会双方父母约着一起到杭州来看看我们 四季 你看看 你有包什么东西 你这个肉是不是有点少的 我怕咱们不够 三个吧 是包什么鲜的这里吗 今天包三种鲜的 豆腐的烟红爱车 肉的地形爱车 又包里面豆腋肉的 它鲜啊 我们明天在麦饼抄牌和扇子待着 行啊 那你们明天早点过来啦 他走了啊 我老公的爸妈 大部分都是他们从老家出发 然后到我们老家带上我的爸妈 然后一起出发到杭州来 他们每次一来 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热闹 没有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还给你带个冷漠 期待 哎呦 没什么呢 哎呀 傻男的 不用傻 这么多 吃不完一个也不许走这次啊 一二三四点名 是了是了 姐 你走 我最期盼的还是你 哎 那有个小孙女 小孙女 还有小宝宝没有到来 再一点个小宝宝 哎呀 走 打开人 在我们老家一般来说 结婚第二年都会要宝宝的 作为我们老一辈的人呢 都不太理解 为什么结婚三四年呢 还不要孩子呢 现在这个居住环境吧 住我们小两口 其实还比较凑合 但是生个小孩子 然后如果双方有一个父母过来的话 完全没办法想象 也是受限于这种居住条件 我们对小孩子 日程一直没有提上来 就没有 那个擀面杖呢 摸不过屁股 那就是屁股都摸不过来 每次来 带着他们吃 厨房都没法处理 所以我正好在客厅中 然后只有一个卫生间的话 我们就经常打架 卫生间要用的比较频繁 孙家第一枚 这 面积70平方 要住下周周夫妻 和一对父母都不容易 更别提两家父母 同时来到杭州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家里面住不下 我们总是有一对 要住到外面酒店去 你们去哪里住 我们出去住 你来回来不方便 我想还是你们这些地方 住来方便一些 我这些地方帮不上小孩什么忙 而周周父母 想要出去住的原因 还与周周爸爸的术后身体状况有关 他做手术以后啊 喷门被割了嘛 割了以后如果平躺 他食物就流到嘴里面了 所以夜里面睡觉 他一不注意躺下去了 就被枪 虽然手术成功 但术后的招着爸爸 却不得不 面临一些生活上的难题 老头平时 一里特意 经常会起来上厕所 因为他层外不好嘛 去厕所就稍微多一点 路上开车慢一点哦 每次送他们走的时候 其实心里还是很舍不得的 老家离我们这边还是蛮远的 特别是我父母身体也不太好嘛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心 把身体不好的爸妈 从老家接到杭州 是周周一直以来的心愿 而2022年 一件事的发生 让他加快地实现 这个心愿的脚步 我老公去年这时候 他咳嗽吐痰带血了 他路也走不动 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复发了 他不想看 然后小孩 因为老远的嘛 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 我也怕他们担心嘛 然后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就跟小孩说了 我妈妈突然跟我讲说 爸爸又不太好了 其实我离家这么远的话 我最怕最怕听到的就是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 我跟老公就立即请假 然后回到家里 就陪着爸爸 那些年这么苦了 还有心思三八年 他不想娶 我爸爸因为他经历过 那个时候的大手术 特别是他的并发症特别多 他再也不想再受一次那样的摧残了 就说算了 真的发生了这种转移 就不要再强行把它拉回来了 但对于我们亲人来说 我们还是想确认一下 然后不管是不是 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爸爸妈妈不说什么 妈妈到这里 你查一下 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听人说一下 不然 妈妈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在这边阴天的 小孩就跟他聊了一天 哭了一天 爸爸你不看病 我工作也不要了 听到最后 他没有奥公寓 然后去检查森林 然后还好 那个时候查出来之后 发现只是 见直性肺炎 可能这个对于常人来说 已经是肺炎了 很严重了 但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最坏的结果 就都是好消息 这一次的经历 让周周更加觉得 只有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 才能更好地尽孝 而周周的丈夫狄青 作为独生子女 内心也有这样一个心愿 我太太一直都想 把自己的父母 接过来陪我们一起住 因为我太太的父母 接到杭州来 平时方便看病 或者是方便我们去照顾他 虽然我父母身体也蛮好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在老家 而且身边也没有什么亲戚陪伴了 我总是对他们有一些不放心 怕他们有一些突发情况 我没能及时地照顾好他们 因为我们90后这一代 大部分其实都是独生子女 然后包括双方 也都有这种刚性的 这种赡养父母的需要 这种家庭 其实应该是一种 社会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 向夫妻相亲相爱 两个亲家之间 也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我们去亲家那边 到树阳那边去玩几天 距离也不怎么远 过几天再请他们到灌南来 因为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我们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想把双方父母接到一起来住 让他们做养老搭子 这一次让我又重新审视了一下 我们需要买一套大房子的这种迫切性 原本我们想的是慢慢攒钱 等条件好起来之后 在市中心的地方 买一套好一点大一点的房子 但是最终离这个目标 还是太遥远了 最终 舟舟一家只能远离市中心 买了一间位于杭州郊区的蝶树 我们在离市中心一个小时 车程的地方 买了一套200瓶左右的蝶树 而且周围的环境很好 山清水秀的 父母住起来很方便也很舒服 在这边搞个躺椅 我就躺在这 我一下午都躺在这晒太阳 就想想就觉得很开心 车太阳流亭了 那个什么十六苏啊 关键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要过来 春节我们要大演宾客 那个房子双方父母都很喜欢 他们每次来都要去那套房子看一看 就是他们对自己养老生活的一个向往 但是面积200平方出头的蝶树 真的能满足一家人的心愿吗